静置4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但是如果时间长一点 最后隔夜12小时它会更加入味 非常美味 酸酸甜甜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火焰俊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那么今天我们决定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道不开火的西式炮菜 上次我们做完枪拌萝卜皮 很多朋友问我 能不能再教点其他的泡菜的做法 那么今天我们做的西式炮菜 是我当时最初学厨的时候 我们给客人上的餐前小菜 就是你来到餐厅吃饭 然后先送你一叠小泡菜 就是酸甜口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叫西式炮菜 如果你要觉得好吃再想加的话 那可就要收费 不要紧 我们今天泡菜自由 做西式炮菜的食材也非常简单 象牙白萝卜 黄瓜 还有胡萝卜 红尖椒 还有我们的柠檬 既然是酸甜口的 我们的泡菜的汁怎么调和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白醋和白砂糖 所有的食材我们都放在这里了 好 我们接下来加工食材 白萝卜最大 我们先来加工它 我们把白萝卜的头去掉 然后我们用削皮刀去皮 把白萝卜的皮去掉 白萝卜相对来说皮比较好去一点 因为它比较粗壮 去皮也比较好操作一点 好 去完皮我们先放在一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胡萝卜也去皮 现在我再去酒楼饭店吃饭呀 我发现也有送餐前小菜的啊 但是像送我们这种西式泡菜的 基本上没有了 白萝卜和胡萝卜 然后再加上一些黄瓜的西式泡菜 好 我们先把白醋和白砂糖放在一边 然后现在我们加工食材啊 很简单 我们是把我们的白萝卜切成条状 基本上是这个长度 我手指的大概四分之三吧 长度大小 尽量差不多啊 好 你看我们最后剩了一点尾巴 自然它就短了 不要扔啊 如果要是酒楼饭店 估计这个就做职工餐啊 或者扔掉了 但是我们在家吃一定要节约 不能浪费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萝卜改成变状之后 然后再竖着切厚片 切厚片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切成条状啊 如果你看啊 像当初我们在酒楼饭店的时候啊 就是像这样的萝卜 一般我们为了让它形状差不多 我们会把上面 片一几点啊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其实我们在家里不用啊 就是稍微不规则的也没有问题 咱们尽量做到不要浪费 好 切完了白萝卜 现在我们异曲同工啊 切胡萝卜 来 把头盔去掉 切完了之后我们同样 把它给切成条状 切上一个我们两根胡萝卜啊 因为白萝卜毕竟比较大 两根胡萝卜的量差不多能配上它 好 我们的白萝卜跟胡萝卜切完了 切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好 放在一起 红尖椒干嘛用呢 一个呢是其实并不是为了再给它找颜色啊 所谓的西式泡菜呢 红尖椒的目的呢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辣味进去 似有似无的那种感觉 像这么多红白萝卜 就这一根红尖椒就够了啊 我们把它打一个花刀啊 就所谓的打一个花刀 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讲过啊 如果要是用那个青尖椒或者红尖椒 要把籽去掉 但是这个我们不用啊 不用去籽 就是这样就洗干净就OK了 好 我们先放在一边 洗干净的黄瓜呢 同样是要切条啊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黄瓜 就直接和这个青红萝卜一起放入了 我们换一个家里边的切熟食的砧板 刀我们也一并再清洗一下 好 黄瓜呢一样啊 就是我们也是切跟那个 胡萝卜和白萝卜一样的条 我们把尾巴去掉 然后从中间泡一刀啊 中间泡一刀 这个切法跟刚才那个 胡萝卜白萝卜不太一样啊 泡一刀之后 我们再竖着 把它一开三 然后我们把中间黄瓜的芯 给它去掉 这个芯呢会出水的 我们不要 但是并不妨碍 它的芯的香甜啊 都可以生吃的 嗯 不要浪费 我们先放到一边 去完芯 然后长度 好 我们先把它单独放 我们还有一个柠檬 柠檬也洗干净了 它的柠檬酸跟醋的酸呢 还是微微有所不同 加入这个植物的就是天然的这种酸 它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里面 它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里面 更加清香自然 那么我们把这个柠檬切成柠檬片 很漂亮的啊 稍微厚一点骨饭 好 差不多够用了 然后我们先放在小碗里 下一步呢我们和之前做的那个 它们萝卜皮啊一样啊 因为这个萝卜我们要先拿盐 沙一下 沙一下水 要放点盐进去 这个萝卜我们要先放点盐 大概一勺差不多了 放一勺之后 然后我们用手 把它搅拌 让盐充分的 调和均匀 你看在我放完盐之后 现在搅拌的过程中 就已经开始有点水出来了 对不对 好 再静置它几分钟 然后我们回来再调汁 好 我们又回来了啊 我们用盐沙锅的萝卜 静置了几分钟之后 你看出了这么多水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水给倒掉啊 细心的朋友啊 可能留意到了啊 我戴了厨房用的手套 为什么 其实腌泡菜呢 我们还是比较严谨一点好 我们知道啊 这个泡菜水是不能沾油的 包括我们腌好的泡菜 我们在吃的时候 要用干净筷子来加 好 我们现在呢 需要把它溢出的水分给倒掉 我们现在决定呢 用这个方便盒来调泡菜的汁 所以呢我们现在 把我们切好的 白萝卜胡萝卜 放一个大的容器里面 哇满满的一大包啊 这个量的泡菜如果要在家里吃 我觉得我们可以吃一个礼拜 应该不成问题吧 撑到一个大器皿 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 待会要调泡菜水的这个器皿 用水清洗一下 用盐沙一下萝卜呢 其实最根本的目的 还是让这个萝卜更加爽脆 酸甜口的这个西式泡菜呢 我们用白砂糖和白醋 调配的这个比例呢 大概是1比1的样子啊 就是如果要是一斤白醋 那就放一斤糖 这么多泡菜呢 我们放一瓶白醋 这一瓶大概就是500毫升啊 100毫升对等的 那就是真的是将近一斤糖啊 白糖 这个调和呢也是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像我这样呢 就是算比较冷事偷懒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白醋 然后把白砂糖直接放在白醋里面 给它调和一下 让它白糖充分的和白醋溶解在一起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相对来说严谨一点的 就是把白醋和糖混在一起 然后放在火上 开小火 把它糖给熬化 那么这样呢 熬化的呢 相对来说 会更严谨一点 但是那样的话 我们调的这个泡菜汁 肯定呢就会很热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凉透的过程 有点耽误时间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方法 比较偷懒 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啊 我们对等的白糖 让它充分溶解 我们刚才这一罐白糖肯定不够密集啊 我们先加入一点 然后让它溶解掉 我们这个白茶糖 其实如果要是棉白糖可能更好化一点 好我们再要一点糖 腌一个泡菜 家里的糖 又该采满了 好我们再放一点糖 分次啊 分次少量的放 锅出去了啊 下回我们用棉白糖啊 棉白糖可能化解的会更好一点 这个泡菜汁啊 我之前呢在家也做过 然后朋友上家里来啊 就觉得这泡菜非常好吃 然后临走的时候呢 还让它打包带走 然后它一再强烈要求 要喝这个泡菜汁 尤其是那天酒 它喝的有点多 哎呀觉得这个泡菜汁不但好喝啊 酸酸甜甜的 关键是非常醒酒 棉白糖呢 大家在使用起来呢 就是会 会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可能如果要是 大家家里边用过棉白糖 要是在炒菜的时候 或者放在调味罐里的时候 它很容易会凝结成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有一个小巧门啊 就是如果要是大家习惯用棉白糖的话 家里放在调味罐里 凝结成块的时候 可以呢 切一点苹果皮 或者放几片橘子皮之类的 放在这个罐子里吧 然后把盖子盖上 一碗第二天你就会看 这个糖很容易的就松散开 好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糖已经溶解掉了 我们在最后尝它一下 嗯 酸甜适口 非常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放半茶匙的盐啊 好 就这样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刚才切好的 白萝卜和胡萝卜 放进来 基本上可以没过啊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啊 一般的像这种泡菜 就是我们也会叫它速成泡菜 原则上四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但是呢 你要泡的时间长一点会更好 基本上 12小时会更加细腻入味 那么可能朋友就问了 那个黄瓜在哪里呢啊 黄瓜在这里 那黄瓜直接切完条之后 我们是用 切熟食的砧板切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 把黄瓜也再搅拌一下 随着时间呢 这个泡菜 萝卜要是再腌透一点呢 它还会再往下沉一点 就可以完全没过它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红尖椒 就直接放里面 然后柠檬 这几片柠檬也放在这里 搅拌一下 四个小时之后原则上就可以吃了 就最好是如果要是隔夜 就非常完美 我们的这个泡菜 泡完的水也可以直接喝啊 其实我们的这个 泡菜汁的一斤白醋一斤糖 这个浓度啊 还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我们 这一盆吃完了之后 其实呢 我觉得还可以再放 差不多等量的 白萝卜和胡萝卜 黄瓜 还可以再泡一次 就是用现在的水啊 泡两次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大家真的想 泡两次的话呢 第二次的话 先尝一尝这个 泡菜水的浓度啊 甜酸比 略微的再加一点白醋 再加一点白糖进去 好 基本上这种状态 所有食材 基本上已经完全没过这个泡菜水了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 静置四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但是如果时间长一点 最好隔夜 12小时它会更加入味 非常美味 酸酸甜甜 好 好我们现在腌好的泡菜 我们有一个密封盖啊 就不用保鲜膜了 我们用密封盖 给它盖住 封好 然后放进冰箱的冷藏室就可以了 好我们酸酸甜甜的西式泡菜 就腌制完成了 但是还没有好啊 多了最少四个小时 那么我们下一期的时候 我们炒一个菜和大家分享西式泡菜的味道 你学会了吗 别忘了点赞关注一键三连给你爱的人 做起来吧 拜拜 拜拜